哈囉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的是一個冷飯熱潮的玩具 那個當然大家可能在很多地方都有看過這一隻的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來跟各位解說吧 那今天來分享的這就是 微塵CG的一個系列玩具 當然是微塵系列的一個 破壞大地影Megatron這個角色 不過呢 這邊其實我覺得他 同樣是同時期出來的呢 他就沒有這隻Apanus Prime的有趣跟流暢新奇了 比較可惜啦 當然看我慢慢介紹吧 如果你覺得是OK的 那就OK吧 尬個人囉 盒子呢 一樣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 他旁邊這邊一樣 有一個隱藏文字 你可以從這邊稍微拿紫外線燈去照他 就會看到這邊的隱藏文字 那隱藏文字呢 你放在他的官方網站的一個特殊的一個 查詢目錄裡面呢 是可以看到一些特別的隱藏的訊息 當然我自己沒看過 這是人家講的 你可以去看看 然後後面呢 就是一個玩具的一個 解說人形形態 然後這一把大刀 就是各位看到的這一把 等一下會跟各位解說 然後可以像這樣變成一個砲裝在後面 也可以 變成坦克車 裝在坦克車的前面 那人形形態轉換成坦克車呢 總共是17個變形步驟 不過我是覺得在做一個Volger Class的玩具 航海加急 你給我一個17個變形步驟 我真的覺得很偷懶 我不知道你的目的跟出標點是為了什麼 明明柯博文可以做到這麼好 這隻卻這樣子 糟糕 那說明書呢 就是長這個樣子一大張嘛 然後跟以前一樣 裡面打開呢 重點是一個 教你怎麼玩這一把大刀的組裝方式 以及跟一個玩具的簡易的變形結構 反正來講就是變成一台戰車啦 不過我是反而希望它是變成槍 當然沒辦法 現在大家都主流就是坦克嘛 可是坦克這邊我又要一點 車幹辣椒了 當然 前提是我 如果它的卡通或是其他某個系列 它是這樣子的造型的話呢 那我真的覺得太可惜了 如果它能夠再稍微有點寫實 不要這麼太空風格的一個坦克車的話呢 我覺得會更漂亮 這也是很可惜的地方 那人型型態呢 這邊基本上SIGG呢 它的系列就是這樣子 身上永遠都會像這樣 拉薩尼勒的一個塗裝 拉薩尼勒斯 那我看到有的版友呢 他們會直接把這個 張西西的拉薩塗裝呢 把它用鬆香水 或是用其他的一個 那個溶劑把它塗掉 當然你可以嘗試看看啦 不過這邊有一些折角的地方 真的不是很好處理 如果你沒有相當的技術呢 那就不要玩了 像我一樣 就不要太去折騰它 也折騰你自己 那人型型態呢 就各位介紹看到這個樣子 一個標準的Volge class的大小 正面看呢 我個人是覺得 造型來說我還蠻吐槽的 因為 它這塊胸口跟腹部這塊呢 你會很明顯的感覺到它 有點短 如果今天這塊胸腹部的地方 能夠再稍微高一點點 然後 頭部呢 這個脖子的地方 能夠再稍微高一點的話呢 這隻就看起來 比例會比較匀秤的 可是這樣感覺就是身體很短 腳很長 手很長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子的感覺 我個人是覺得這樣子 然後反正一整個造型就是很輕 很明顯就是在做一個 G1形式風格的一個 密卡燈的造型下去做的 可是變形就又不是這麼一回事 真的是 一樣旁邊一個LUSDALE的塗裝 然後後面是作為一個坦克車時候 需要用到的履帶 像這個一個背包型式裝的 然後其實背包來說不會很大一個 你實際拿到其實是不大的 好壞參半 那該偷膠的部分呢 其實它也藏得算很乾淨的 除了變形結構這邊以外 那造型上來說其實除了身體太短頭 脖子太短之外 沒什麼好挑的 那可動性方面呢 這邊就比較可惜了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它作為一個高齡峰的脖子呢 有這麼短 所以它可動性 在脖子的左右 360度就可能有一點點受到限制 然後這邊沒有卡扣 所以很容易你會抬頭 就會把它翻起來 這是一個變形結構 但是它這邊沒有設置卡扣 所以怎麼樣都扣不住 頭雕來說 是非常的還原它G1時候的一個臉 還有一個標準的眉毛 還蠻帥的 然後一個很漂亮的狂派Mark 當然日版可能會有多一點的塗裝 各位就期待日版吧 然後可動性方面 頭就我剛說的 左右 上一點點 下一點點 然後上的時候如果沒有控制 這邊會翻開 這個脖子太短 所以其實有點干涉 那肩膀這邊呢 就還不錯了 可以做到一個90度的平局 因為這邊是一個 旋轉軸搭配一個直軸 像這樣轉 這邊是可以做旋轉的 前後360度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橫向呢 有橫向的旋轉關節 是開在手腕 手臂這邊 那手臂呢 是可以做到一個90度的摺區 拳頭不可轉 這比較可惜 這邊是為了變形結構的關係 拳頭不可轉 然後呢 要拳頭這邊多了這個 讓你尻出來的地方 所以這邊是擋住的 你手就會變得有點斜斜的 然後是沒有任何卡扣的 所以這邊是很容易 就是會像這樣子 不受控制 很可惜啦 然後呢 比較OK的是腰呢 因為變形結構的關係 所以它有腰轉 腰是可以做旋轉的 這是算蠻加分的一個地方 不然這次真的會很糟糕 腰是可以旋轉的 然後呢 骨關節呢 是一個走兩個走 做串連 所以它可以像這樣前後 左右 365T腿沒有問題 橫向旋轉關節也有 所以可以做橫向的旋轉 那膝蓋呢 可以摺區差不多90度這邊 然後呢 腳底板這邊 是可以做到一個 有一點點前後 後面這塊是可以向下扳 有一點點前後的 那這也是變形金剛 變形結構的反匯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橫向的斜軸 是可以做到一個腳的貼地 這邊是有點卡住的喔 還不錯啦 那所以可動性方面呢 其實就 我是覺得 脖子地方真的不太及格 那其他 拳頭不能旋轉 也比較可惜之外 是還OK的 可動性來說是非常的OK的 那造型就是身體太短 頭脖子太短 那整體就是一個G1的風格造型 當然好不好看 喜不喜歡見仁見智 那大家比較關注的呢 就是它一個變形結構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進入它的一個 簡單的兒童變形結構吧 那它的荷蓉荷炮呢 在做一個變形的時候呢 其實是不需要從手裡面拔起來的 可以這樣直接參與變形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這一把大刀呢 再作為一個機器人型態呢 它是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塞的 只能像這樣插在後面 那戰車型態呢 它就必須參與變形嘛 可是就覺得好像有點話蛇天竹 那這一隻呢 我特別介紹一下好了 它作為一個荷蓉荷炮的時候 它可以像這樣裝在荷蓉荷炮上面 變成一隻很大的戰擊 那這個戰擊呢 可以把它從荷蓉荷炮這邊 就從這邊拿下來之後呢 可以讓它拿在手上 好像是密卡登拿著一隻戰擊這樣子 就帥不帥 真的看個人 我個人是覺得不帥 OK 那不囉嗦的 直接進入它機器人的變形結構 坦克車的變形結構吧 17個步驟 我用我的方式來給各位詮釋 首先 拳頭收進去 這是定翻的嘛 然後呢 腰這邊呢 做到一個 180度的旋轉 像這樣子 從這邊轉到這邊 180度的旋轉 然後呢 這個背包原本是有一個卡扣扣在這裡的 我們現在把卡扣 翻起來 然後接下來呢 肩膀這邊呢 有一個小小的零件 我們把它翻開 到這邊 原本它會像一個 像槍的那個 瞄準器的地方呢 我們把它翻起來 它會跟這裡做一個結合 像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 把它身體向上翻起來之後呢 左右這邊把它稍微折開 折開之後 然後 左右這邊有兩個卡扣 會扣在肩膀這裡面 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個卡扣 把它翻開 各位等一下 把它翻開 像這樣卸開之後 這一整塊我們把它稍微向上翻 這邊整個都可以把它翻起來 翻起來之後呢 左右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會看到這邊有兩個凹槽 這就是要組合 這一個灰色零件把它組進去的 像這樣子 壓緊之後呢 頭部整個把它舉到最開 這裡把它向內收 等一下我們要把它做一個變形 所以這邊稍微先在這裡standby一下 所以把它翻起來之後呢 這邊 把砲 做一個旋轉 拉變這個樣子 然後左右 把它 組合起來 像這個樣子 目前這樣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呢 就把這個 頭部的地方整個向後 這個地方 這個關節整個向後 塞 然後這邊看到兩個小小的卡扣 等一下就要組合在這個裡面 向內塞 等一下喔 這邊要閃過零件向內塞之後 頭會像這樣收起來 然後你把它塞進去之後 左右把它扣起來 這邊 這邊稍微把它往內塞 扣起來之後 這邊就會變得很穩 像這樣子把它壓好 像這樣子之後呢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變形下半身 下半身呢 把腳底板 收起來 然後腳趾頭把它往前尻 讓它變成這樣子 很ㄍㄧㄥ的感覺 這樣子齁 然後接下來這邊有一個旋轉的轉軸 把這個 腳的內面這邊內面呢 把它向這裡做一個翻轉 然後這邊 腳 打成一個像這樣子的垂直之後 這裡 從橫向這邊大垂 這邊把它向內折疊 你從後面看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各位看得到嗎 鏡頭上面就變像這樣子 一個黑色的軸 搭配這樣子橫向的 那這邊你就要把它向這裡旋轉 轉進去之後 這個蓋子蓋起來 旁邊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小卡扣 就會組合在這邊 組進去像這樣把它固定起來 另外一邊一樣我們再做一次 翻起來之後呢 腳把它垂直成這樣子 這邊把它旋轉進去 然後接下來把這個蓋子蓋起來 一樣卡扣扣起來 稍微壓住 那坦克車的90%的形態呢 就變形完成了 那你會看到這坦克車的下面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空隙 這邊就是要塞那一把大刀的 這把大刀的變形呢 就非常的簡單 左右把它分開 這邊 分開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卡扣 我們把它離開 這個就不用旋轉 就這樣就好了 然後把它扣回去 這邊有兩個卡扣 重點是要把這兩個卡扣鬆出來 這一個槍管的地方 就可以像這樣做旋轉 把它做成像這樣水平 那這個地方等一下就會穿過下面 那一個空隙的地方 然後這支砲就會組合在前面這裡 那像這樣子 等一下喔 像這樣子把它組進去之後呢 剛好這支就組在槍管裡面 像這樣子 那就會完全就是這樣密合起來 那這一個 這個 微塵 Siege 系列的 Megatron 就變形 完成了 就像鏡頭上各位看到這個樣子 那這把武器呢 就會像這樣收納在下木這邊 那從後面這邊看呢 其實就還好 就比較不會那麼凸顯 槍管就是一個很長的一個砲管 那當然這支玩具呢 作為一個坦克車 我覺得它太空形式了 各位看一下 因為太空形式的關係 所以感覺變形就很局限 就覺得沒有很特別 跟那一款 Upness Prime比起來呢 就覺得 變形的一個手感 跟流暢性上來說呢 就比較不如 Upness Prime 那造型上就像各位 像看到這樣子 一個很標準的外型坦克車形式 那身上一些很漂亮的機械細節 是還是有的 那這個系列當然 繼承了SS 就是那個Stewart Series 那個系列之後的一個 產線的一個身上的細節 所以它做的是非常的好 細節就是真的不容許挑剔了 是真的不錯 那G1機器人型態 G1造型的還原度呢 也非常的高 那聽說這個坦克車 是IDW型態的坦克車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本身不喜歡這個造型 那砲台呢 是可以像這樣旋轉的 這點還算有一點得到安慰了 就是它砲塔是可以活動的 終於啊 365度完全沒有問題 旋轉 不會因為下面怎麼去卡到 那身上有像這樣子的空空洞洞 當然你就可以把像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武器大師 像這樣子的一個 目標戰士呢 可以變形組合在這款上面 那這一款呢 是同系列所推出的一個 變形 就是一個變形戰士 這個應該是板機的武器 不過好像應該是板機嘛 是吧 這武器嘛 那因為那隻 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其實找不到 找到再說吧 那變形呢 也是像這樣子把它折起來 當然 早年的目標戰士呢 變形都非常的簡單 其實不太需要什麼太多的思考 當然就是很簡單 像一氣合成的變形 那可以像這樣變成武器 這邊要給它扣住 變成武裝之後呢 它可以在機器人形態拿在手上 你也可以在做一個坦克形態的時候 煮在它旁邊的小孔 然後增加它的一個整體的火力 是還不錯 這算是一個 額外附給你的可玩性 也算對這隻給它有點 妙手回春 妙手回春 其死回春的感覺 不然這隻其實 我是不推薦各位購買的 因為畢竟 沒有什麼太新奇的地方 如果你是要為了湊隊的話 當然你就買吧 當然要選擇 等它便宜的時候再買 比較OK 那如果你是馬上就想要 馬上就想玩 硬要把它們兩個 想像對的萬一富貴的話呢 那你就買吧 當然 整體來說 這款玩具變形 還是可以感受到一些 很特別的變形結構 但是 整體太中規中矩了 所以在變形的時候 你會基本上是 感覺不到太多 精妙的地方 所以大概 以一個變形結構 加上造型 跟 一個玩具的可玩性 大概只有 65到70分左右 這是我給它的分數 當然 你們可以很客觀的 把這個分數打得很高 隨便你 你們高興就好 但它對我來說呢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可惜的東西 大概就65到70分 真的 因為它給了我一個很帥氣的G1造型 但是很短的身形 跟高齡風的脖子 然後給了一個 我不太喜歡的一個 太空坦克車的樣子 這個載具型態 我還寧可它變成一個高射砲 或是槍 我也不希望它是像這個樣子 雖然說 之後的漫畫 都是這樣子 那當然 我就不去否定它了 就是這樣子 可能我自己本身不喜歡 我現在 再次跟各位講 所以我自己的影片裡面 所有的玩具呢 都是我自己花錢買的 所以呢 我當然我作為一個消費者 我一定要把 我自己的感受呢 很忠實的呈現給各位 當然有人說 喜歡看我的頻道 就是要聽我幹掉 我真的其實不太喜歡幹掉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是一個很 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可能認識我的人 都知道 其實我是一個很斯文的人 我是一個很討厭幹掉的人 我最不喜歡講髒話的 超級討厭的 所以啦 不要為了聽我幹掉 來看我的節目 我只是 真的有時候發自內心 會對這個玩具 可能有點沮喪 然後才會有一個 一兩句不小心 標出一兩句髒話而已 所以呢 不要把這個東西 當作是我一個節目的賣點 我從來不把這個當賣點 我只是覺得說 我要應該用我自己一個 玩玩具的一個形式 去玩這個東西 當然有人會說 我對一個玩具不熟悉 所以呢 我在玩它的時候呢 會 因為我自己的錯誤 然後導致別人對它的誤解 可是其實還好吧 因為這種玩具 就是這麼單純的東西 要搞到 因為人家覺得 我的介紹錯誤 然後導致於它不想買 這個難度應該是很高 我強敗講 我也不是一個什麼 很有 很有說服力 很有公信力的人 所以其實應該一兩句話 打不死你們 如果真的 對變形金剛本身 還有愛好的話 基本上你們是不會 那麼容易被打敗的 是不是 所以 各位看 然後自己用你的用心去評判說 這個玩具到底你適不適合購買吧 那今天這一款呢 變形金剛CG系列的一個 Megatron 就介紹到這裡了 那當然 我是不推薦購買 不推薦第一時間購買 你可以稍微等它掉一點價錢再買 好 那我自己本身客觀評斷就是 60到70 65到70分 因為它有一個 不太 就是一個不太OK的一個變形結構 然後跟一個我沒有滿喜歡的一個 我沒有很喜歡的一個 產客車造型 好 當然 隨你啦 你自己覺得好那就好吧 OK 那今天這影片呢 當然如果你覺得很讚的話呢 就幫我點個讚吧 如果覺得有什麼 對玩具有其他的一個問題的話呢 在下面都可以幫我留言 我一樣都會回覆各位 那當然 我的玩具呢 就是像這樣子 以這種變形合體玩具為主 會有少量的一個電子玩具跟 可動玩具 那最近還會介紹電子玩具 最近買滿多電子玩具的 那當然 我都是用我自己很客觀的方式在介紹 所以啦 不要說我介紹怎麼樣 然後你覺得哪裡不好 不好就下面留言嘛對不對 或是連看都不要看 就好了 那這邊 其實我沒有太關心我自己 這個頻道到底有多少個訂閱 當然越來越多 那是越來越好 那你們就感謝你們 但是沒有沒有就算了 沒關係嘛 反正想到你就來看 連訂閱都不用訂閱也沒關係 想到你就來看 那你想到就來點 這樣就好了 OK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啦 那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方式 你能接受 就幫我點個分享加訂閱吧 那 傳不可惜就會看我分享新的影片 那其實我是一個斯文人 我不太罵髒話的 所以大家不要 把我定位成一個很會罵髒話的醜陋人 OK 其實我也是很愛台灣很愛地球的 好啦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啦 謝謝各位